澳门,2011年,来自东北哈尔边的一对母子,在赌场开始斩度头角。 这年7月,一家名为恒生的澳门赌场中间人公司正式营业,这家公司的实际掌控者即是季晓波家族。 季晓波只有初中文化,在澳门人称晓波,他和母亲崔利杰早前通过放贷、投资房地产和点当行等快速致富。 并在2009年前后成为了澳门的新移民,恒生名面上的股东自为崔利杰的妹妹崔利梅,赌场中间人俗称蝶马仔,是澳门赌业庞大金钱流动的核心。 他们承包赌清或为赌场拉了可原,然后从赌额中出用,很多中间人同时也放贷给赌客,赌场提供的现代额度或其他来源的资金,通过中间人送到赌客手中。 再转化成赌桌上的筹码,中间人从中赚取高薪或参与洗钱。 大摩采经查询到的公开数据显示,恒生最早仅在星际娱乐场,拥有一间贵宾室和12张赌台。 在短短两年内,他们的业务已经快速扩张到永利、银河、金沙城、内高米尔、威尼斯人等大赌场的期间贵宾室,提供86张赌台。 2011年不到半年,恒生赌的3亿港元,2012年、2013年分别赚的4.5亿、4.6亿。 恒生迅速成为澳门最有名、最赚钱的赌场中间人之一。 2013年10月,恒生当月经手的赌额,达到390亿港元,这意味着假设澳门赌业不受打击。 恒生一年过手的赌额,将接近惊人的5000亿港元。 同样在2011年,季晓波在香港资本市场也浮出水面。 金融资管巨头中国华融原董事长拉小明被查后,华融系香港上市公司华融金控00993HK被质疑在借壳上市过程中涉及向外利益输送。 华融金控前身为天兴国际,季晓波正是天兴国际的台面人物之一。 早在华融入主天兴国际的数年之前,2011年11月此前默默无闻的季晓波突然成为家元投资的股东持股40%, 家元投资被认为和某资本大佬关系密切,于2009年成为天兴国际的控股股东。 并自2011年11月28月起成为天兴国际的执行董事及执行总裁,直至2013年2月辞任。 转战赛班,季晓波母子不仅安说赌台的金钱游戏,同样嫌疏万转香港资本市场。 2013年9月,翠璃节控制的Inventive Star Limited收购香港可股,第一天然食品,74.99%股份,两个月后通过第一天然食品以41港元收购横升。 2014年,第一天然食品更名,韦伯华太平洋,2.870-0.03-1.03-1076HK。 澳门赌业的好运气似乎在2014年春夏结束了,受大陆反复影响,澳门赌场头几个月即进入低迷期,是夏天完全负增长。 当年4月,澳门明星蝶妈仔,贵州开丽人黄山选择跑路,船船走80亿二币,震动整个赌城。 此时,季晓波姆子已经将目光投向,太平洋上的塞班岛,试图拥有自己完全掌控的赌场。 塞班岛一惨烈把二战战役而闻名,曾经是二战中美军进攻欲稳本土的战略跳板。 二战后,美国将塞班岛集中边岛屿,列为北马里亚那群岛邦自制邦。 这个自制邦长期缺乏和新产业,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政府,获免其最低工资和移民保护,大量希望用联家劳工生产服装的美国公司涌入。 但这个行业最终崩溃了,彭博商业中开最近的一篇报道着,由于当地经济不景细,2011年塞班岛上的床单都没有了,为了挽救经济,当地想到了赌场。 然而,由于并没有太多人注意到,距离任何主要城市,都需要至少三小时飞行的赛班。 博华太平洋几乎没遇到像样的竞争对手。 2014年8月,博华太平洋成功拍下了赛班岛唯一第一张赌场台照,台照期限长达40年。 按照要求,博华太平洋预计将投资至少31亿美元,在当地新建博华赛班度假村酒店。 博华皇宫赛班项目,并向当地政府支付每年1500万美元的赌场台照费。 保利赌场,季晓波姆子拿到赛班岛赌台后,2015年11月, 博华太平洋在岛上租来的临时赌场就宣布开业。 公开数据显示,凭借临时赌场,博华太平洋每月在贵宾赌台及VIP赌局中处理的赌额就超过20亿美元。 2017年7月,博华赛班度假村酒店的正式赌场初步建成投入运营。 这时,博博太平洋赛班赌场从临时赌场的48张赌台,141部角子机,增加至77张赌台,243部角子机。 新赌场完全建成后,最高将容纳193张赌台,365部角子机。 博华太平洋上月公布的2017年财报显示, 即去年营收同比增长75.7%至131.61港元,其中96.7%来自贵宾贵台及豪客。 这些豪客赛赛班倒上一致千金,全年贵宾赌台转码数达到3858亿港元495亿美元,平均每月超过40亿美元,2016年这一数字,为2512亿港元。 博华太平洋的赛班赌场堪称史上最成功的赌场,彭博商业周刊的报道者,2017年上半年, 博华太平洋的现金收入几乎是澳门最豪华赌场的6倍,而澳门赌场收入已经在拉斯维加斯相形建处, 而这还是博华太平洋在7月份开放骑士华的超级赌场之前的收入。 博华太平洋财报显示,去年有一位客户,为其贡献了21.8亿港元的贵宾金收入, 占博华太平洋全年总收集的16.5%。 财宝同样披露,其大部分贵宾客户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及韩国。 博华太平洋者,这些贵宾客户主要为现代客户, 及赌场为这些大多来自大陆的豪客放大, 一般张期为30天,每名客户均是有最高贷款限额, 新客户一般实现预付或提供若干证明。 财报显示,2017年末,博华太平洋应收账款余额超过132亿港元, 而2016年为58.8亿,其中最大的债务人欠款10.9亿港元, 前十大债务人欠款18.67亿亿。 财报同时显示,逾期6个月以上账款超过70亿港元, 博华太平洋最主要的成本是佣金及经营行政开支, 二者分别高达50亿港元和57.8亿港元, 其中,佣金主要用于支付赌场的贵宾客户法典和中级前客的费用。 公开资料显示, 博华太平洋的高消费贵宾客户, 绝大部分都来自于营销推广, 这部分客户一般按赚卖营业额百分比, 或许用金及津贴, 津贴可用于支付酒店房费、餐费等。 公开资料显示, 在班去年迎接旅客66万人次, 紧扎澳门游客数量的五分之一左右, 而博华仅有23张贵宾堵台, 平均每张堵台每年产生超过167亿堵额, 创造5.5亿港元的收入, 彭博商业周刊采访了多名赌场高管和分析师后认为, 这样的数字是无法合法产生的。 不过, 博华太平洋对此曾多次表示, 赌场运营是符合法洗钱规定和美国联邦法律的。 起诉彭博, 博华太平洋此前透露, 公司管理层正在寻求利用于建设博华赛半岛度假村项目的长期融资, 事实上, 该项目现在已经成了博华太平洋的一块新柄。 博华赛半岛度假村的定位, 是超五星级水准的豪华酒店, 分为庄园和酒店两个部分, 建成该度假村, 是当时博华太平洋获得渡台的条件之一, 到去年底博华太平洋已经为这个度假村投入了6.5亿美元的资金, 但这个项目目前明显进度延误。 博华太平洋年报显示, 截至去年底, 博华太平洋在赛班, 仅有三栋别墅及五艘游艇, 主要依靠当地其他酒店为贵宾客户提供客房。 去年7月, 博华在赛班度假村的落成预期, 为修订, 为不去2018年8月31日, 届时要建成至少329间客房, 那五分之四新极豪华酒店, 14140平方米的博彩区, 以及其他必要, 配套设施, 项目供期业务的原因是由于美国检察官在去年向博华太平洋的建筑承包商提起诉讼, 指控其涉嫌使用无证劳工, 部分建筑公司终止作业, 而赛班岛当地建筑公司严重缺乏, 导致了该项目延期。 若博华太平洋向当地政府部门递交的延期申请不被批复, 麻烦就大了。 不过, 今日有外媒愿意赛班岛所宰的北马里亚纳州州长拉尔夫托雷斯的化成, 博华太平洋尚未提出正式要求延长8月份的截止日期, 但他会考虑这一点。 而根据彭博商业周刊的报道, 这位州长正陷入收受博华太平洋好处的争议。 博华太平洋此前曾透露他打算就此起诉彭博。 事实上, 博华太平洋和彭博正陷入一场战争。 今年3月, 彭博曾报道着, 博华太平洋的赛班办公室遭FBI入内检查。 根据彭博的说法, 该突击检查涉及赌场巨额收入。 不过, 博华太平洋很快反驳了该说法, 撑起来不实报道, 并表示已采取法律行动。 也许博华太平洋早就预料到今天可能出现的情况。 赛班项目刚启动时, 博华太平洋就骗请了很多有背景的美国人物。 比如, 博华太平洋聘请了曾为特朗普运营赌场的马克布朗、 马克、 布朗、 其顾问和董事会成员包括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 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以及密西西比州、 纽约州和宾西法尼亚州的前任州长等。 目前, 崔利杰是博华太平洋的最大股东, 截至5月7日, 持有63.18%股权, 纪晓波则被聘任为博华太平洋赛班岛项目总监。 虽然崔利杰很少公开热人信息, 不过纪晓波的女友, 台湾女星吴佩兹, 却经常为崔利杰打广告。 她不止一次在其个人社交平台上发布崔利杰的信息, 包括与娱乐明星以及前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合影。 2017年底, 纪晓波, 崔利杰和吴佩兹, 正在赛班岛举行的首届赛班国际电影节上现身, 这个电影节名义上由赛班电影协会主办, 实际由博华太平洋才日联合主办。 纪晓波母子从2011年起就非常热衷于和影视圈打交道, 2011年, 时镜类亲自导演并出演了一部《亲密敌人》。 这部描述金融权并购的电影大部分时间在香港拍摄, 据称纪晓波为电影拍摄提供了很多帮助, 因此出现在片尾的特别明显名单中。 这似乎说明, 早在初步争容的2011年, 纪晓波就已经是一位香蕉地面的能量人物了。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 哎哟!